我们刚刚提到的陈柏林 因为大人哥角色一夕爆红 当然粉丝很多 不过现在呢 居然有网友说 他家附近的超商 有一个店员长得超像大人哥了 到底像不像呢 带你一起去看 网友PO出了这张照片 说我家超商也有大人哥 老板 店长得好像大人哥 真的吗 本尊就是他许家伟 是这家台北市迎集街超商的店长 超商同事说 大人哥的偶像剧播出后 还有小女生 来这里是刻意找他结账 只为了跟他讲话 你是陈柏林吗 来这边一共是56 有优惠吗 送你100 有啊 我买100罐我送优惠 我看到几个小女生 在旁边说你看你看 然后他们就说 你看这个有没有像什么 那我就看 他们说什么大人哥 你住在附近的综艺节目 制作人都发现 店员跟陈柏林长头发时 有几分神似 像是梅宇之间 还有高婷的鼻子 尤其是侧面最像 但也有同事说 他长得像柯友伦 我也听到什么大人啊 什么柏林啊 这样子而已 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我还是照样结账 对对对 你自己觉得不像不像 真的不像 许家伟签讯说 觉得自己不像帅哥陈柏林 但的确生意变好了 看看结账柜台 几乎清一色都是小女生 就知道打着大人哥的名号 的确很受欢迎 从业新闻 周通宇 萧萨一台北综合报道